假如你正在学习面包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牛奶棒 你一定要试着做一次 它看起来像法棍一样粗犷 实际上口感非常细腻 外皮是酥酥的 面包体松软堪比蛋糕 可是没有蛋糕那么甜 奶香蛋香焦汁啊 一口下去丝毫感觉不到阻力 绵软的口感完全融化在尺尖 我添加了一部分完整的燕麦片 揉进面团里了 对肠胃很友好 给老人小孩搭配牛奶 既饱富又有营养 关键是没有牙口也能吃 还不甜 但是很香 和山马来做这款燕麦牛奶棒吧 可以使用家里最常见的白色燕麦片啊 我的白色燕麦片吃完了 我用的是及时黑麦片 都一样啊 只要是熟的就行 那其实就是把完整的熟麦子压成了片 相信你家也有 把干燥的燕麦片浸泡开水 泡软以后放凉就可以用了 今天咱们用厨师机来揉面啊 可以做到量产 而且这款完全可以售麦 放几天都很松软 你的时刻一定会赞不绝口 除了黄油的所有材 放入搅拌桶中 天气逐渐变热了 注意一下液体部分 至少也要是冷藏的 加入奶油呢 是它口感与中不同的因素 所以不要把奶油换掉 实在没有就用60%的牛奶代替吧 但是牛奶和奶油的口感 还是会有差距的 这里的水呢 我冻成了冰渣状态 倒进去 这个水要预留10克20克啊 先不要全部倒进去 揉一会儿 看面团的状态 再酌情的添加剩余的冰水 我用的海市M6的出湿机 先三档搅三分钟 这里边的冰啊 会慢慢的融化 所以刚开始揉的时候 感觉干啊 先不要贸然的加水 等冰全融化进面团里啊 再看一下它的干湿度 盛团后转六档四分钟 时间到了扯一下 看一下面团的延展性 后膜状态 戳开破洞有锯齿状 今天的面团 因为添加了低筋粉和奶油 所以它韧性并不强 这也正是因为此啊 它的口感才会非常的松软 我们在揉面的时候 只需要注意面温 等一会儿揉好了 告诉你温度 这个状态加入黄油35克 然后四档揉三分钟 揉到看不见黄油以后啊 再改成六档 揉三到四分钟 就差不多揉好了 然后这里要注意了啊 因为这个面团含油量比较高 所以揉好后面温 不要超过24度 温度一旦高了 面团里的油脂就会融化 从而状态就很不稳定了 也会导致你做出的面包口感变渣 所以温度宁可要低一点 揉到可以扯出大片薄膜 破口比较光滑的时候啊 面团就可以了 然后摔打出光滑面 给它形成一个有张力的光滑表面 这就是第一次滚圆 这个依然不用发酵啊 松弛20分钟 假如室温高 或者你觉得揉好的面温比较高 你也可以放在冷藏里去松弛 好松弛好了 一定要用手给它拍扁 方便分割后的第一次整形 拍扁以后再分割 可以给每个面团留有很大的光滑面 平均分成6份 每一份面团90克 分好可以把每份都过一下秤 如果要售卖的话 这一步蛮重要的 可以使你出产的面包大小一致 然后切割的碎面团 可以塞在面团的底部 分割好这一次 不用滚圆了啊 光滑面朝下 粗糙面朝上 先用手指均匀的按压 让面团薄厚一致 上窄下宽 松一点卷下来 这一步就叫预整形 它不是最终整形 却是为了方便下一步整形的预处理 很重要啊 有了预整形呢 可以使下一步整形最大限度的达到一致 再松弛20分钟 2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啊 来最后一次整形 先轻轻的擀长 擀长的时候注意控制力度 你看我并没有擀的特别薄 特别长 然后横过来 再擀宽 注意一下这里擀面杖往前擀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啊 是把面团剥离面板 然后再擀开 这样擀出来可以使薄厚一致形状均匀 给我个反馈 我表达明白了吗 翻面上窄下宽 这一次从上到下紧紧的卷起来 最后接口处拉薄 收口粘延式 稍微的搓一下就好了 别搓太长哦 和我的小擀面杖是一样长的 长度大概在不超过25厘米最好 晕匀的斜摆放在烤盘里 中间留有一定的发酵空隙 用烤箱或者是发酵箱 37度 湿度75% 发酵约一小时到两倍大 这时候准备一块软化的黄油 放在裱花袋里一盒用 发现好的面包啊 来割包了 有没有喜欢割包的 是不是很解压 表面筛低筋粉 然后割包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做错啊 从最顶部中间下刀 斜着来一刀 然后再从第一刀的三分之二部分 平行再来一刀 最后呢 再从第二刀的三分之二部分 再来一刀 给它平行割开 割口挤入软化的黄油 可以在黄油上撒一点粗砂糖 也可以不撒 200度烘烤15分钟 直到上下都上色满意 就可以出炉了 掰开就能感觉到 它极度的松软 虽然看起来像法棍一样啊 可以说跟法棍的口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能看到燕麦皮的粗颗粒 却几乎尝不到 敷皮的个牙 这面包你一定要试啊 真的很好吃 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at维珊尼做面包 叫做一样 好了下期见吧 拜拜 我是维珊尼做面包的山妈 今天做了低糖油的蜂蜜坚果麦片 一次能吃好多 无论是搭配酸奶 牛奶还是空口直接吃 都是非常营养的一顿早餐 如果你也想学习 那和我一起做起来吧 坚果的选择非常的丰富 我现在告诉你坚果和果干的处理办法 当然你也可以放你喜欢吃的其他坚果 果干都处理完了 我们开始做麦片 我用的是熟的燕麦片 麦圈 还有玉米片 把它们倒在一个大盆里 现在开始给麦片做调味 我们把红糖打成粉 然后和低筋面粉混合均匀 拿出刚才混合好的麦片 先用粉类把它拌匀 充分的把粉类拌匀后 倒入准备好的椰子油 如果你不喜欢椰子的味道 也可以用黄油或者玉米油来代替 把它们拌匀后 再放入蜂蜜 蜂蜜也要充分的拌匀 尽量使每个麦片都被蜂蜜和椰子油裹满 这样你烤出来的麦片才会粒粒分明 而且非常的酥脆好吃 麦片拌匀后 放入坚果 我们继续用手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椰子脆片和香蕉片 继续充分的拌匀 这时候我们的麦片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现在取出两个大烤盘 把麦片分别倒在上边 一定记得不要铺得太厚 不然不容易烤透 把麦片都平均的摊在盘上 就可以拿去烘烤了 烤箱有热风模式的话 把热风模式打开 然后上下火140度 期间10分钟倒一次盘 再把麦片从下到上的翻一遍 使它每个地方都烤得比较均匀 烘烤30分钟后 我们把果干混合在一起 然后倒进一个盘子里 这时候的果干不需要平均的倒在两个盘子 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就可以 然后再烘烤5分钟 我们就可以把烤盘取出来了 烤好的麦片晾凉后 用手拨散倒进一个大盆子里 再把坚果和果干搬得更均匀一些 充分的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装盒了 这个麦片密封好后 可以冷冻或者冷藏保存很久 真的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一款麦片 而且自己做又健康又营养 再和我一起动手做起来吧 我把这款超好吃的蜂蜜坚果麦片的配方 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我是为珊妮做面包的珊妈 关注我了解更多私房美食食谱吧 来 赛百味的面包胚子还是很值得复刻的 记不记得去年我复刻了她家的香奶酪包 那也是个大景点 非常值得你们去试一试 今天咱们做另一款啊 蜂蜜燕麦包 我会手把手将你手揉 一次出三个大面包可以做六个三明治 暑假呀把坯子做好 冻起来隔几天给孩子吃两次 虽然放了燕麦 但是已经化在面包里了 这款麦香气真的特别浓 手揉之前先来做个蜂蜜燕麦种 想要蜂面发的快一点 可以用40度的温水来和面 先后顺序可不要弄错啊 水融化酵母和蜂蜜后加燕麦片 燕麦片完全浸透了 最后倒入高筋粉 燕麦片我们最好用熟的确保口感好 如果你家刚好的生燕麦片啊 需要用开水先浸泡一下 但是开水的量也算在液体里 发酵大概一个多小时 等种面发好了再来揉面啊 这个面团食材不算复杂 所以揉面也可以省时很多 先把高筋粉和糖混合挖个大坑 坑里倒水和酵母 还有发酵好的蜂蜜燕麦种面 种面膨胀了大概有两倍多 内部都是酵母产生的蜂窝气孔 种面呀搅拌一下倒进水里 全都放进来啊 先混合水酵母和种面 搅散之后再剥面粉 这中间的液体用刮板刮一下 判断它不会流得特别快的时候啊 就可以大胆的把面粉都铲进来吧 还是老办法切拌到无干粉的状态 天气很热 之前的操作都不要慢油油的 快一点操作也就三分钟搞定 没有干粉后加入黄油和盐 还是切拌充分的混合黄油和面团 把黄油均匀的切成小颗粒以后 剥开来看一看就能看到分散的黄油 面团很散 接着把面团收拢回来 把面团往内部按压 然后揉搓 充分的混合很重要啊 像搓衣服一样搓出去收回来 换个方向继续 一开始搓到面团抱团 不粘手不粘面板 然后再搓到完全看不见黄油 这时候面团表面还不光滑 及时的量一下温度 超过26度就别揉了 拍扁后保鲜袋包住冷冻5分钟 冷冻的作用啊 5分钟大概可以降温2度 并且静置5分钟后面团会变光滑 这揉面啊就是这样 有时候不揉比揉效果更好 这会儿啊温度降下来了 温度低点可以抑制面团提前发酵 拉伸面团感受它的变化 面筋变强了 揉面的最后一步啊 计时再摔打一个3分钟 好 时间到了 表面光滑 面絮均匀 切一块 拉伸一个薄膜看看状态 面膜组织很均匀了 能拉伸出不宜破的面膜 它里边有燕麦颗粒 所以这膜啊 有一点厚度是正常的 好 整理面团 滚圆 把表面向下收 夏天就放在室温发酵60分钟 一般来说室温超过35度 发酵的时间要相应减少20分钟左右 发酵好了按压排气 排掉大气泡 均分成三份 每份大概是240克 在分割的时候啊 尽量留出一个光滑面 碎面团放在底下 那光滑面包裹住碎面团 收进去滚圆 滚圆的过程中 会看到大气泡拍掉就可以了 不需要使劲的排气 一会儿还需要擀开卷起来呢 这一步啊 收得太紧 下一步松弛就时间要延长 不然就是擀开很容易回缩 松弛25分钟 时间到了 从第一个滚圆的面团拿起来 开扁 擀长 擀长的时候面团要分段 才能擀得薄厚均匀 避免一下子擀到底啊 翻过来光滑面朝下 稍微整一下形状 最好是上窄下宽 卷得同时啊 这时候你的八根手指啊 就像尺子一样 并排往下一边收一边卷 就可以卷出粗细均匀的长条 搓长到30厘米 如果刚卷好 搓的时候可能会回缩 那就把它放在一边 先卷下一条 都卷好了再回来搓长 再准备大概40克的熟烟麦片 粘在面包表面 把面包坯子啊 表面打湿 可以用喷壶 也可以在干净的湿麻布上粘湿 粘湿后 再裹上半圈熟烟麦片 烟麦片如果想用同款 可以在我主页厨窗里搜索 这款手烟麦片品质很好 是中国农科院研发的 不得不说它烤出来的面包啊 香气特别的浓 真的超级好闻 表面割五刀口子啊 粘烟麦片后 割刀不太好用了 可以改用剪刀 继续室温发酵到两倍大 发酵完了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烘烤 风炉和平炉温度时间参考 给你们放这了 出炉呢 马上在量网上散热 面包体特别特别的香 其实什么也没放 就是加了烟麦片 很软很蓬松 撕开看看 也完全看不到烟麦颗粒 有嚼劲又很容易化开 面包亮到手温 用保鲜膜包盐式了 防止风干 可以冷冻保存 一条面包能做两份三明治 这个加馅的金枪鱼配方 我也给你写出来 这个馅好吃啊 快做吧 放好加线 再擦一点新鲜的干烙丝 这同款干烙丝 橱窗也放了 我收到的时候 还送了我一个擦丝器 这干烙啊 代替燕麦片 就可以做那个 三百味同款的香奶酪包 烤箱200度 复烤5分钟后 把面包烤脆 加心烤软 封焙纸包好 给它纵向切开 我发现纵向切开啊 特别好入口 拿到室外吃 也不会那么狼狈 看完了就去做吧 这个麦香气真的很难忘 等你回来反馈 at为啥 你做面包叫做业 下期见拜拜 去年咱也出过一期蜂蜜麦片 大家都挺喜欢 不过食材有一点复杂 最近总是遇到极端的天气 我就在想啊 怎么能囤一点吃的 重要的是做起来要快 那这次这个麦片就是家里有什么 咱们就放什么 也不拘泥食材了 做起来非常的快 重要的是很酥脆 不管是空口吃 还是搭配水啊 牛奶酸奶 什么都行 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假如遇到极端的天气 或者是突发事件 在特别耗费体力的时候啊 这时候补充糖和碳水 真的就非常迅速的能恢复体力 而且我发现刚从冷藏里拿出来之后 更好吃了 嘎嘣嘎嘣的 我就吃了将近半盒 大家适可而止啊 小心长胖 好了不嘚嘚了 看一下食材吧 这里我放了15克的牛油果油 黄油椰子油 还有橄榄油都可以 再加上50克的蜂蜜 然后把两者混合在一起 搅拌一下 搅拌成这种稀的褶状就可以了 好 现在准备一个大碗 倒入麦片 你手里有什么麦片就倒什么 我有黑麦片和白麦片 所以我就一直放了 麦片呢 尽量用这种大片的 烤出来更好看 也更加的酥脆 加上一丢丢的盐 可以帮助提升味道 然后再加上一克左右的肉桂粉 没有就别放了 然后就把这些食材 给它抓拌匀 再把刚才混合好的蜂蜜和油 倒入麦片中 预留1 3分的量 一会儿拌坚果 然后接着用手抓匀 尽量使麦片都沾上蜂蜜 薄薄的一层就行 喜欢吃甜脆口感的 可以多放一些 吃起来肯定更好吃了 然后麦片倒在烤盘里 烤盘里铺上一支油脂 假如麦片沾的蜂蜜多 建议你用油布 因为油脂的话可能会粘 看我用这个蜂蜜的量 这个麦片还是很松散的 所以油脂就可以 把麦片铺平 然后烤箱开热风模式 上火170下火160 先预定20分钟 因为麦片和坚果的成熟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了口感更好 我把这两个东西分开烤了 麦片放在中上层 好趁烤麦片的时间 我们把坚果处理一下 坚果的品种也是比较随意的 今天我用了大杏仁 南瓜籽 核桃 还有榛子 还是倒入蜂蜜和油 先倒一小部分 抓一抓 看一看效果 坚果都裹上蜂蜜和油就可以了 还是那句老话 你包裹的蜂蜜越厚 烤出来的酥脆 口感也越好 也会越香甜 真的特别好吃 你可以单烤一些坚果 这下麦片都省了 放在烤箱的下层 麦片和坚果上下层的顺序 大家不要弄混了 如果你的烤箱下火比较烈 你可以把下火再调整低时度 热风模式 烘烤10分钟以后 把麦片拿出来 给它拨散一些 然后翻动一下 为了麦片烘烤的更均匀 差不多15分钟的时候 我们的坚果就烤好了 把它提前拿出来 坚果晾凉以后 就会非常的酥脆了 然后大概25分钟左右 麦片也烤好了 把麦片取出来 稍微放凉一会儿 它也会非常的酥脆 我给你剥开看看 这个麦片粒粒分明 声音也是特别的清脆 现在把麦片坚果混合在一起 看看坚果已经非常的脆了 混合好后就可以加入一些酥脆的椰子片 没有也不放 再加入一些干果 我用的干果是 猕猴桃 蔓越莓和菠萝 再用手霍霍霍霍 咱们的蜂蜜坚果麦片就好了 把这个麦片装到一个密封的容器里 天气朝热 记得放冷藏 这基本上保证一个月都不会坏 如果你还要做的更多的话 建议你可以放冷冻 只要密封好不换味就行 这麦片你就吃去吧 特别的好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山妈 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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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